林夏威表示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生孩子,她希望能够生三个。 林峰的唐妹林夏威同样在娱乐圈发展,她是TVB的花旦,看港剧的观众应该不会对她感到陌生。 本身就是千金小姐的林夏威,在2015年嫁给隐形富豪莫赞生,婚后老公对她疼爱有加,即使莫赞生工作忙碌,但还是抽空陪伴太太,两人常被媒体拍到连体英湾逛街。 婚后,林夏威就入住丈夫购买了15亿山顶独立豪宅,虽然林夏威自己也有钱,不过老公还是给了她过千万港元投资餐厅,这两年,林夏威一边学习做生意,一边继续在TVB拍剧,一副女强人的模样。 林夏威今年30岁,还算年轻,但丈夫就比她大15岁,莫赞生见老婆迟迟不肯生孩子,说不焦虑那就是假的。 有报道指,去年底,莫赞生用奖励的方式鼓励太太生孩子,希望她能尽快帮莫家传宗接代,盛传只要林夏威生一个孩子,丈夫就会送上一亿港元。 或许,林夏威本人也觉得是时候要孩子了,所以答应丈夫,拍完《十二传说》就正式停工,看中医调理身体准备生娃。 林夏威在2011年加入娱乐圈,与TVB签约六年,演出机会甚多,很快就攀上一线花旦之味。 她是家中独女,她的父亲林华兴在香港拥有多套房子,市值超过3亿港元。 身为钱金小姐的她,并不留恋娱乐圈的生活,在两年多之前嫁给了当时身家超过20亿港元的金融财俱莫赞生。 莫赞生非常疼爱老婆,婚后就送了一辆价值过百万港元的保时捷给太太,还一次性给两亿家用,并是举资教老婆做生意,让她进军饮食界,而林夏威也很厉害,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,开了13家餐厅,成了饮食界女强人。 随著名夏物业升值,莫赞生的身家已经超过了30亿港元,而林夏威婚后也以个人名义购买价值3400万的豪宅,两夫妻的身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。 林夏威婚后,现在的生活其实很写意,她有楼有车,有空时就坐自家的游艇出海玩,完全就是过住过太的日子,她也是时候趁住年轻,生几个孩子了。 而林夏威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表示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生孩子,她希望能够生三个。 如果港媒的报道属实,那她岂不是会收到三亿港元的奖励。